這裡有個Randir的 迷路肉的罐頭 的罐頭,試試看看 你吃 你先吃 像牛肉 牛肉乾 它旁邊是熊肉罐頭 嗯,鹹鹹的 然後我們後面這一個 卡齒個的 它就是奔南這邊的靜默教堂 它是走一個簡約風的路線 然後所以 完全看不出來它像一個教堂 嗯,其實我們走過來的時候其實也看不出來 它是一個教堂,看不出來有個教堂在這裡 我現在走上去看看 從這個樓梯這裡走上來到這裡 然後還是這樣子一圈 然後它的入口是在 這一個洞的下面這裡 走上來前面這裡就有一堆的石頭 走上來前面這裡就有一堆的石頭 這裡就是教堂耶 教堂會下面 走過來都沒有發現這裡有教堂 對,很難發現耶 而且現在 才暗暗的 走 在赫爾辛基這邊呢,還有另外一個很著名的教堂 就是這個石頭教堂 然後這個教堂 它全部都是由岩石做成的 然後在它的天花板是後來才加上的 在下午的時候它的光會透過那個天花板這樣照射進來很漂亮 然後在這一個是跳堂 它也是音樂會的場地 因為它的外甲整圈都是岩石 所以音樂會在這裡舉辦的效果會很好 這邊還有二樓 我們晚上來吃這個 Friends Hamburger 它就是在車站的旁邊而已 那它這間呢是主打那種新鮮的漢堡肉 做成的漢堡 那這間也很適合買了 然後外帶上火車上面吃 好,這裡的菜單呢 就是有牛肉、漢堡、雞肉的 還有素食的 你可以加其他的料價值 然後它還有果汁 它這裡有兩個價錢 一個就是單點 一個是套餐 嗯 套餐就是有薯條跟飲料 然後它飲料呢 在這邊就是可以免費續備的這樣子 那我們點了一個Friends Burger 跟一個Crispy Chicken 對 好,謝謝 謝謝 Crispy Chicken 對 好,謝謝 所以吃起來它就是蠻香的 然後咬勁的不錯 而且要等一陣子 對啊 所以它麵包很好吃 麵包搭番茄 搭起司 搭肉 搭它這個醬 好吃 然後在赫爾辛基這邊 第三座教堂就是這個白教堂 它整個外觀都是白色的 它就是赫爾辛基做堂 好,那晚餐結束後 我們現在來這邊準備要搭起火車了 它這個就是北極特快車喔 呵呵呵 就是臥鋪火車 就是北極特快車 好酷喔 它是可以選擇啊 有一般的座位 跟臥鋪的座位 然後我們是選擇這個臥鋪的 因為它要搭12個小時 對,所以就剛好在車上睡覺 然後到的時候呢 就差不多該醒來了 這樣子 然後到這邊之前呢 最好先把票印下來 那票呢 它就是會去掃這個QR Code 如果說檢查票的話 那可以看說我們的票是IC265 然後就可以去對上面 就是對IC265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哪一個 platform上車這樣子 然後要買這個票 千萬要記得提早買 要越早買越好 因為我這個買200多歐 我們回程的時候買70幾歐而已 高的應該就是這種握破火車吧 兩層的 那我們剛來的時候 又是停在這裡 對啊 這個車站就很方便啊 回程的話 我們也是搭這個火車回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直接轉車到機場 超方便 你看它是倒車進來耶 好大 你看聖誕老人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車子來了 我們要上車 那我們要走 不知道我們的車箱在哪裡 然後我們這台車子 還有聖誕老人的 主辦在這邊 我們是一樓的 這一次呢 是要來開箱臥鋪火車 好特別啊 欸 好小間啊 就這麼小 手臂打開的寬度 對 我們這行李箱應該沒辦法打開了吧 來看一下 這上車鋪很酷耶 很酷 然後它的枕頭還有 貓頭鷹 對 貓頭鷹的樣子 然後它這裡有上庫跟下鋪 這裡可以爬上去的 對 然後它有附水 跟毛巾 這個是暖漆 然後我們住在一樓 其實蠻溫暖的 然後它這臥鋪呢 有兩層 上面都可以 上下兩層可以睡 還好我們住在一樓 心裡不用搬到二樓 然後洗澡的地方 不知道是怎麼去 等一下來看看 那這是什麼 電燈嗎 喔 簡單的刷牙洗臉的 呼 這個人我看是第一次住這麼小的房間 然後覺得很興奮 快點拍照啊 它這裡還有這個東西 然後電燈 充電的地方 這個看起來 看不出來是什麼 喔 可以射鬧鐘的 然後這邊還有個小的置物架 它這裡還有二樓的房間 還好我們不住二樓 然後這裡有浴室 然後它的廁所 嗯 就像飛機上的廁所一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的車廂 然後這就是他們一般的位置 嗯 它這一般位置也蠻大的 有充電的地方 然後有垃圾袋 然後還有枕頭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 如果說有預算考量的話 其實做這個也可以 就像坐飛機坐12個小時一樣 差不多 對 我們現在來的這個呢 是它車子裡面的餐廳 很多人在買耶 它除了有這些看不懂的東西 可以點之外呢 這裡還有飲料 像是販賣機類的 比便利商店貴一點點 有英文啊 太小吃了 然後再來這裡是餐廳 還有人在打桌遊 然後這邊還有擺腳踏車的地方 對 這裡大概是25 車廂 我們是28 好 來洗澡了 這裡 這裡有一個門 好 打開 好 這裡 這裡就可以有 蓮蓬頭 上面這裡就有蓮蓬頭 然後這裡可以轉個水燈 好 我來試試看 好了我洗好了 快速洗 然後它這裡啊 我剛剛發現 等一下 它那個水按這邊啊 它上面這邊就會有水下來 我洗好了 現在水是冷冷的 可是不會到很冰冷 所以就是涼涼的 一般可以接受洗的程度 可是我想說 欸水怎麼這麼不熱啊 可是到後來啊 就是按了一兩次之後 它就變得很熱了 所以算是蠻熱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洗完澡準備要睡覺了 嗯 那我覺得賀爾辛基 是一個蠻漂亮的一個地方 它都市小小的 景點就都在火車站周圍附近 都很集中 對 蠻適合在這邊待一天或兩天 有機會的話 然後可以去走走那幾個教堂 蠻漂亮的 然後如果說更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可以搭船 去周圍的下廂 小島去逛逛這樣子 我覺得賀爾辛基這個城鎮啊 它就是不會到很擁擠 很多人的一個城鎮 然後人也都蠻nice的 就走在路上啊 大家都會微笑啊 然後大家都會很幫你 你推著行李要開門啊 大家都會幫你開門 嗯 我覺得人都蠻好的 然後吃東西的話 我覺得 Old Market 那個 魚湯真的好好吃喔 我就可以再去喝很多次 然後漢堡也蠻好吃的 我覺得有機會 一定要搭這個火車 嗯 試試看體驗 雖然它這個位置真的是很小 可是真的是蠻酷的 你到火車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興奮 不管你是大人還是小孩 你都會覺得好興奮喔 好 那我們就準備要 去看聖誕老人囉 嗯 好啦 那晚安啦 明天見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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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早上的7點25分 現在複食路 超累 我到羅瓦涅米這邊 大家都很興奮 好 那我們就去找車子 哇 這整個車站裡面 都是聖誕老人的公司 然後這邊還有禮物 那我們這一次在這邊租的汽車 我們是在這裡 那這些租車的櫃台呢 就是在車站裡面 進來車站就可以看到了 希望不會太麻煩 然後租車站 然後租車站 你最終要賠償1,600元 好了 我們租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租了一台 亞瑞士的車 因為我們租車的時候 沒有跟他說要跨國境 然後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跟他說 我們還會去羅威跟瑞典 所以他就會有另外一個付款 就是跨國境的通費跟保險這樣 80塊錢 然後他會先刷400塊的押金 就是推車沒問題的時候 他就不會扣押金 他就會再推回給你 然後這跨國境呢 我剛才問他 他是說不會有檢查 或是給他去做檢查 但是如果說 路上被燃下來的話 就拿這個給他看 他就會要求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租車的車子呢 就是在車站走過來 那就找到我們自己的車了 這個 好 先來發車吧 發雪 先來看一下車子有沒有傷 他說這邊有耶 現在這個里程是我們準備要開始的 這個里程 覺得好緊張 大概是3分 是不是在那裡 第一次雪地開車 快要會通了 好緊張喔 蠻可怕的 我覺得 而且現在又是晚上 現在都還沒停亮 已經8點半 快要8點半 還沒有停亮 就很怕打滑 然後旁邊的人都開超快 我們已經開到80 他這裡的速限也不過80 前面只剩了 好緊張